她老公外瑜之后 她拿刀砍她先生 她心脏的哦 真的是 哇她真的好賤哦 她看了她女兒被性侵 她不是 是一起做 你到底覺得她還學這麼多東西啊 不好意思喔 我們講到你比較褲褲的 但是我如果不用這個形容詞 我懂你無法 你無法宣洩你對她怒火 她到現在還沒去死 我真的是 這樣真的不會被告嗎 沒關係啊她不知道我在講她 I can do better than you 我們今天一樣邀請到我們許律師 來跟我們聊聊一些婚姻的故事 今天還有悲傷的故事嗎 大家好我是許律師 嗯今天我們要來聊悲傷的故事 好 嗯 你等一下 你可以開始嗎 要開始聊 這樣我要恢復正經的我 如果想說聲音好聽一點 你可以啊 你如果是做得到的話 我們可以用這個方式聊天嗎 好沒問題 好我們上一集最後還是告訴大家 其實不管婚姻也好 就應該說你人生遇到任何問題 我覺得還是適時的放過自己 對 對 我現在是真的很正經在講這件事 因為其實我覺得每個人人生或多或少 會遇到一些你難以承受的事情 那很多人可能會覺得 你就是要負起責任 你要扛住一個家 或你要怎麼樣 你知道我們會有太多的道德枷鎖在自己的身上 但沒有其實我永遠還是主張 你得要先顧好你自己 嗯 你才有辦法 今天就算這個人是你爸爸 他傷害了你 你就不能再以一個單純他只是你爸爸的這個身份去看待他 沒錯 他其實就加害者 說實話 所以有時候你遠離他們也好 你如果真的覺得打官司什麼 你的你的心太累了或什麼 你遠離他們其實也是一種做法 我覺得如果我應該在事實在多講一些什麼話 他會不會就不去燒炭這些 我覺得啦 有時候會給自己這樣子的想法 我懂你的意思 所以其實 因為你是作為他的律師 我們這個故事是上禮拜的故事 所以如果你還沒有聽的話 可以先去聽上一集這個 我們分享的婚姻的故事 應該有遇過幾次這種當事人的 就是 你說離世的嗎 對 這是你唯一一個 唯一一個 所以我對這件事情有一點care 對 因為我真的覺得那個公公真的可以去死一死 我為什麼還不趕快死啊 哈哈哈哈 我也沒辦法 那這一段是 這個女生真的是 她喜歡很多觀光客這樣 Yes 她就是一台Bus 好 BigBus 好 而且喜歡在裡面舉辦 獨派對的那一種 是有用獨用藥的 所以她的兩任 男朋友 都是吸毒啊 強盜啊 前科啊 對 那她還是生了兩個小孩 但是這兩個小孩確定是 我們當事人的啦 你的當事人是她第三任 是老公 但是這兩個男朋友是 老公婚姻中 出軌的 婚內出軌的兩個男朋友 所以說女生容易受誘惑 就是這樣子啊 人都容易受誘惑 我們今天就不幫性別打傷標籤 對 然後結果她就去認識到 這一些 阿薩布魯的這些人吧 就是我們當事人啊 有在跑船這一種的 那比較不常在家 可是她都有正常在養小孩 可是因為媽媽會比較常在家 那兩個小孩是 都想要跟媽媽 因為跟媽媽比較自由 不會被釘功課 但是她會帶他們去KTV唱歌 最後 法官判決很久很久 裁判離婚 監護權給爸爸 但是這個官司走了四五年 對 但我要講的是 這事情演出 案外案 她生了一男一女 這個女生監護權 判回來給爸爸之後 才知道說她被這個其中一任男友 性侵了長達六個月 你說就在這個判決的過程當中 對 結果呢 這個 小 她完全在場 都知道這一件事情 你說她 而且 她還 她真的是 她真的好賤喔 她很賤啊 她真的是 我真的會一直罵 好氣喔 喔 她就講 她看了她女兒被性侵 她不是 是一起做 啊 因為那個 她同居男友有性需求嘛 她就說 快做作的啊 那個我們要出去玩 你當女兒是發戲的工具喔 所以其實你想講的 這件事情就是 判太久 對 因為如果早一點判 司法的 如果早一點判 其實就不會發生這件事情 因為孩子就可以判到 爸爸那邊去 就不會有這個憾事發生 可是因為小孩的意願也要被考慮進去啊 因為小孩就已經說想要跟媽媽 所以才會判那麼久 我覺得這是一個主因吧 然後要收證媽媽很失職 其實很難 可是你要想像是自己媽媽欸 我覺得這個故事 這個媽媽有點太噁心了 是不是 她真的是 化憾 化憾是什麼 化憾就是也是一樣啊 善 叫什麼喇嘛 喇嘛 你到底覺得她很學這麼多東西啊 不好意思啊 我們講到比較粗粗的 但是我如果不用這個形容詞 形容她的話 你無法宣洩你對她怒火 因為你知道她在法庭上的時候 她還這樣經過跟我們的那個小孩 就講說 你敢把這些事情講出來 我以後出來的時候 我都不會認你了 這件事情是 她是跟同學在問說 你有沒有男朋友 她說沒有 啊你有沒有性經驗 才這樣問出來的 那個妹妹那時候幾歲啊 14歲 Oh my God 她還覺得這很正常 你說那個妹妹 覺得因為媽媽在場嘛 因為她對她爸爸的感情不好 但是她對她同居人叫這個叔叔 叔叔對她很好 他們是比較偏遠地帶的 所以也有一直換法官的關係 換了四任法官 所以等於每一任法官 就要重新了解一次這個案情啊 爸爸好膠粗 欸你常常聽這些故事 你會不會對人性感到很失望 我覺得人性本善 你做律師你還覺得人性本善 人性本善 但是有些人真的可以去死 像剛剛那個人就可以去死 還有那個公公也可以去死 你覺得這是一個說人性本善 然後講一直叫人家揍把人家去死 因為說實話啊 我是覺得人性本善 就是我覺得人性本善 每個人都有慾望 每個人都顧自己 然後是因為受了教育 受了道德規範以後 我們才變得比較善良 我覺得其實你說這個案子 雖然拖了五年 好像是司法漏洞 我覺得司法一定有程序上的漏洞 或者是一定會有問題 可是實際上也是因為 現實狀況太複雜 才會難判啊 對這個真的是 因為他們在監護權 你要查到說 其實子女意見就很重要啊 然後你要怎麼判斷說 這個小孩到底要給誰 法官其實也很掙扎啊 至少你要多懂一些法律的東西 但是我覺得很北宋的事情 就是那個臭香爐 那個臭香 他還可以拿到一百八十幾萬的 夫妻財產 他婚後是不是家庭主婦 所以他們判離婚以後 他還是拿到錢 對 可是沒有辦法舉證他過錯嗎 他有過錯 因為他婚內出軌 還是可以拿到錢 對 還是可以拿到錢 欸 婚內出軌還可以拿到錢 當然可以拿到錢 這兩個是不同的法律關係啊 賠償歸賠償啊 然後夫妻財產歸夫妻財產啊 蛤 你是不是覺得超美上的 那這怎麼辦啊 沒得解啊 沒得解 沒得解 因為他本來就是 因為他沒有經濟能力 他是家庭主婦 對 他確實也曾經照顧過小孩啊 他也有盡到一份義務在啊 他只是因為他外遇 但他其實也有照顧小孩 沒有沒有 他把他特製的女兒去火坑 這件事我就不能接受 他真的可以去死啊 他到現在還沒去死 我真的是 這樣真的不得告嗎 沒關係啊 他都不知道我在講他 因為你沒有指名道姓 欸 沒有指名道姓 你一直叫那個人去死是可以的 可以啊 就我們現在在節目上 一直說那個人去死 除非你真的已經可以特定出來 所以我可以盡情罵他去死啊 操他 操他 操這個 對但我會逼到是為了我罵Cas好 第二個故事 我以為這是一件很難打的官司 喔 男生是長期外遇的 女生是家庭主婦 但是他發現他老公外遇之後 他拿刀砍他先生 真的直接擦心臟了喔 你說那個女的拿刀砍嗎 對 他已經到殺人未遂的程度 但是他先生就只有報警 也沒有報保護令 但是他先生也想離婚 而且這個老婆 還會在牆壁上 寫上 寫在寫傳 可是那個男的是你當事人還是女的 男的是我當事人 那男的就是外遇 我想說外遇不一定是絕對錯 但是外遇是有錯啦 但是到後面衍生成這樣子 女生是不是也有錯啊 這兩個都有錯 因為外遇是有錯在先 但是你後面變得那麼偏基因 殺人到已經這樣為了 對啊 因為你殺人 對啊 結果這個男生 他很苦惱這問題 他也因為這樣子 長期被家暴 他也是得了憂鬱症 這些身心狀況都很不好 我們就想盡了辦法 幫他處理這件事情 然後壯紙啊 什麼都寫進去了 他care的 最後是care是錢的問題 你說那個男的 不想把錢分給他 因為都幾千萬的 哇 他這麼有錢 他超級有錢 而且他只要外遇一次 就要把一棟房子給他 外遇一次就要把一棟房子給這女生 一般人沒有這種扣打 對 以此為生的這個女生 那這女生也是不錯 他如果要發瘋 也可以在他好幾棟房子裡面發瘋 你看又可以殺人 然後又可以得到房子 我這樣是不是錯誤教育啊 錯誤教育 好 說對不起 不是這樣 不可以殺人 對 不可以亂殺人 基本上也不要外遇 對對對 反正這是一個偏激的案件 因為我覺得他們兩個 其實根本就不適合在一起了 但是女生就不願意放過男生 他條件就是開很高 他是你名下沒有財產全部給我的話 我是不會跟你離婚的 他要全部他不要一半 他要全部 如果像你的 你是法官的話 你會判離婚嗎 我應該會判吧 避免那男的在被殺 哦 我是站在不要再出人命的這個角度 我們是用1052條第一項的某一款 是說類似說有殺人的嫌疑的話 哦 已經到那個程度的話 就可以判決離婚 我們是用這個方式 但是最後最後 我們不是判決離婚 哦 我們是最後陪當事人去領了錢 一手交錢 一手交離婚證書 協議離婚這樣 協議離婚 然後去互證事務所 然後他們兩個開開心心的走出互證事務所 你現在是先講結局就對了 那中間發生了什麼事 不知道 誒 不知道 所以你什麼事都沒做 我有做 哦 有不然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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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意思是 我的意思是說 你沒有特別做什麼事 你只是協助他們把這個婚離掉 但最後男生沒有全部晉身出戶吧 沒有沒有 就是給他一些錢 你協助他們達成共識啦 應該這樣講 在離婚當下是心平氣和的 因為離婚協議書要有個要點 就是一定要兩名證人 哦 對 然後證人就是我簽的 跟結婚一樣 對 哦 就是我簽的 因為我要確保這女生 不會事後反悔 因為一定要走到 護證的那一個 那一刻半晚我才安心 對對 其實簽離婚協議書 那只是簽 對 你要到護證事務所把證給辦掉 把你們的那個 身份證換回 對 沒有配偶的這樣才是離完婚沒錯 有啦 我知道你做很多事啦 沒有其實我覺得 我大概可以理解他們的心情 就是他們可能本來都很糾結一件事情 但是一來我覺得可能也想放過自己 因為我覺得那個女的 就她發瘋 可是她發瘋是因為她長期被這樣對待 所以她發瘋 所以她也有很多需要被同情的地方 只是說她的行為過激 考行為超激 她的行為太誇張了 但是其實她仔細想想 她其實可能就是長期忍受這種外遇 有些人就看不開啊 這個人可能錢跟愛情都要 他應該去開一下眼頭 對不起 你要看開一點是不是 對啦 我的意思是說其實在感情裡面 你還是要搞清楚狀況 你要的東西到底是什麼 如果你要的是情 說實話其實當這個愛情已經破裂的時候 就算破盡重圓 它也是一個蠻是裂痕的鏡子 就像你的手機螢幕如果破了 還可以用 但你的手就是可能會隨不隨地被掛到 我小會形容 因為其實就是我一直這樣看待愛情 因為我是一個比較 因為我很常 我算悲觀主義 沒錯 因為確實我從小到大看到太多失敗的婚姻 就是因為我住在那種 我一個阿伯 他們婚姻也很慘 然後那個婚姻很可憐 就是他老公也是一直歪癢 可是他老婆沒有鬧 他老婆是出去自立自強 可是他老公就是不放過他 然後他老婆最後被離婚 然後孩子也不在他那邊 然後他最後就跳樓 就是我跟一個人要交往的時候 我就會思考 我們會不會分手 難怪你會先查離婚這件事情 對啊 其實我要決定結婚 因為我不是看到誰都想結婚的人 就是我想結婚 但不是誰都可以 我要能夠想像跟你相處的 十年二十年三十年 甚至就是到死 是什麼樣子 所以你一開始交往 你就會先想這些喔 不會 一開始交往 會想這個人可以走多久 交往到一個點 一定會有一些原因 觸發你想要加倍這個人 如果一直沒有 你知道很多人會談戀愛 長跑十年 然後就只有無疾而終 突然無疾而終 其實我覺得就是在那個moment 他可能突然想清楚了 我只是捨不得放掉 因為他就是不是我要的 還有就是習慣 習慣也是一個很可怕的 就是不敢踏出那個舒適圈 對我真的千萬覺得 不要為了習慣 我的當事人真的很多這種不敢踏出舒適圈的 可是我又能夠理解 因為人本來就是 你要想你經營了這麼久的這段感情 我覺得那也比較安逸 是你付出了這麼多 不甘心 對不甘心的成分也有 捨不得的成分也有 是一個難過的感覺 你不會覺得說你可以找到一個更好的嗎 我那個iPhone 12的破掉了 我就換iPhone 13就好啦 問題是感情就不是像 那萬一假設 好你假設你現在iPhone 12壞掉 你23你還不滿意 你想要換14 萬一14很爛怎麼辦 你懂嗎 就是 14很爛 但就用三星嗎 很多人就是 對沒錯 那我們就可以使用Samsung 那這麼重點 Sorry 重點就是因為換感情 不是像換手機這麼簡單的事情 這就是感情難的地方 好啦也是啊 因為我沒有資格說別人 不會啊 我覺得任何人都有資格啦 好啦那我們很高興 很開心那個許律師陪我們 然後如果你真的非常喜歡許律師 歡迎給我們五顆星的評論 非常討厭我的話 也可以罵他好不好 你可以罵許律師 這個律師怎麼水準這麼低 也可以 但是要小心被告喔 如果大家很喜歡許律師回來 還是可以留言啦 好啦然後那個 如果要找許律師的粉絲專頁的話 可以那個 搜尋 安心法律事務所 許淑琴律事務所 好啦那就這樣囉 大家見到這次見 拜拜 拜拜